放眼望去大街上的每个人都身穿打红旗袍 不过这可不是主题派对 而是大陆2022年全国高考考试第一天 家长老师们为了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 穿着有着旗开得胜寓意的红色旗袍 接下来的两三天 则要穿上绿色及黄色 分别代表着一路绿灯和走向辉煌 不只在服装上讲究在考生出发前 街上跟永县万人送考的场面 如此浩大就是为了替孩子们打气 因为大陆的大学入学考 被许多人认为是改变命运的考试 因为疫情关系 北京也针对考生所在地安排不同的考试地点 也就是所谓的一类一侧 住在可以正常活动区的学生前往常规考点 封控区的学生前往封管控考点 以此类推严格管控疫情就是为了让每位学生做到应考进考 不过疫情才刚缓解的上海则宣布延后一个月考试 重庆一所农村高中131名考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上漫长阶梯 准备跨线沉船复考 随着时代进步 他们将成为最后一届的沉船考生 也将迎来崭新人生 祝福2022所有考生金榜提名 记者谢韩宇报导 等等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也不会伤害肌肤 所以母亲姐要到了 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 赶快到快点购 记得输入折扣代码CTI717 帮你把好康带回家